我需要做出來的就是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我把上面的資料抓到 然後呢我有把重點截圖了 就是你network 先按右鍵檢查 然後你先network切過來 再按下送出 它這邊就會跑一些東西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headers 拉到最下面會有兩個參數 那就把這兩個參數的資料貼到這裡就可以了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然後中間加end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帶它後面的東西過來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啦 類似的網站還蠻多的 反正這些東西其實蠻花時間 蠻殺時間的啦 但是做出來其實還蠻愉快的 是真的 因為你可以 等於是說你可以做一個事情是不需要再土法驗鋼的 OK 然後資料就下來了 這第一個 所以剛剛我們做的第一部分 你可以把這一段複製貼過來 然後 當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再重新再看看有沒有 可以改寫的空間 我把這邊跑一下 不要跑太多 跑一年太多了 我剛才跑兩個月大概就差不多了 資型 我怕等一下我要跑 結果資料抓不下來 因為被擋掉了 其實還蠻快的耶 齊交所的資料 OK 而且還蠻完整的耶 我可以看到歷年來的 整個匯率的變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可能需要做 跑這個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 A欄是固定的 一定是水平軸 有沒有 A欄一定是固定水平軸 然後資料的話呢 我希望 總共有B欄到K欄 總共有10欄 那等於是畫10個圖就對了 OK 10個圖我希望呢 快速的幫我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 一個 然後呢 大概寬多少 高多少設定一下 然後再換下一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我是建議 你先寫一個 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折線圖 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以不用傳參數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先寫一個 不傳參數的 比如說不傳參數的 這個是有傳參數的 那不傳參數的話 你會發現 就是這個地方就不用傳 然後原來我是這樣 SET 這個是前面的那個範例 摳過來的 裡面的話 第一個 大概有幾個地方 變更一下 第一個 我們的 Lapt 這個是Lapt 是坐標 這兩個是坐標 是 從這邊到這邊 大概多少 我算一下 因為從左邊到右邊 算1000好了 那我大概到這個位置 大概850 OK 然後Tab的話 大概就設為0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我就放位置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這邊幫我畫一個 然後0的話 就這條線切齊 那寬的話 大概就500 高的話 就140 那為什麼140 因為其實我理論上 是要150啦 可是這一張圖跟下一張 我希望中間 空10 10個點啦 剛好同學滿認真的 馬上去查 這個點是什麼意思 後來 我覺得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因為從左邊到右邊 你算1000好了 OK 你就從上到下 大概700啦 反正就大概這個數字 你去拿 如果你跑完之後發現 位置不OK的話 你就再調一下就好了 再來的話 就是我希望畫折線圖 然後先新增一個什麼呢 新增一個數列 有沒有 新增一個 然後就是A3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的範圍 第一個的話 就從A3到A23 不過這個數字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這個是之前 可能裝的範圍比較少的資料 那現在的話應該是A2 應該是A2吧 A2到多少 可能或者你向下追蹤出來 到46吧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改一下 你可以針對你上面的那個訊息 稍微修改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Value指的是我的資料 比如說B欄的資料的話 那應該抓給他的資料 要包含上面B1喔 跟著你講 應該是 直接就給 這個把它改成B2啦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成2 然後前面的話 這邊改成B2 B2到多少呢 B2到B... B... 應該是到B1的多少 B1的46才對吧 B2到B46 那我就... 上面是水平的 然後這個下一個是 他的那個資料部分 要那個標題 然後哪放... 我們上面的那個標題是在B1上面 所以這邊改打一個B1 資料這個藍那個什麼標題名稱 然後大小 不要圖裡 試試看好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再改 按F8 那因為我這邊之前... 這名稱一樣 把它這邊改成1好了 OK 加一個名稱 然後跑一下 OK 那這個的話呢 欸...畫出來 850 0在這裡 所以位置 這個地方 那500的話大概長這樣 500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500大概就是... 一半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算起來大概就... 差不多一半的寬度有沒有 OK 所以以後你大概就知道 喔...他大概多大了 不然這次很... 很不友善 而且這個錯誤 不是這個錯誤啦 這個不友善喔 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這個是20年前就已經這樣 但20年之後他還是這樣 可是還是可以存在... 沒有被取代掉 這滿奇妙的 好 那再來的話畫折線圖 然後新一個數列就是水平的部分 所以水平部分的話我把它加上去了 數列就有了 再來的話我們數列 然後再來就是把資料放進來 有沒有發現資料就過來了 OK有沒有 然後畫出來你會發現 哇從這個資料是2000年9月份 9月還29 現在大概大概28了 OK 所以再來要不要有title 要 放個title 有了 然後名稱改成B1上面的資料 倒過來 然後size的話12就好了 然後不要圖例 這個圖例部分把它取消掉 所以false 這樣的話我就畫出第一個了 可是問題來了 畫一個之後的話 如果我要全部畫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了 比較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我要怎麼樣可以拉到一直往下 所以我底下的話就是寫什麼 寫成所謂的共用的 有沒有前面有講過 那共用的部分的話 總共會有幾個地方需要變動 第一個的話 這個地方垂直位置 因為我水平位置沒變 不過未來其實如果你想要什麼 這個先一個 然後123有沒有 一次三欄 三欄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你再把這個前面的數字也變更 也就可以了 有沒有 有點像可以把它做成 類似像Power BI這樣子 有沒有 一個Dashboard 只是難度蠻高的 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 還有什麼呢 這個永遠 這個C6 第一個一定是A A欄 這個不用變 會變的話呢 可能就是把這個地方 這個B有沒有 如果下一個我要做的是 應該 下一張圖應該是 這個的欄位名稱 應該是C 有沒有 所以我可能需要把這個B 1 2 3 3個B有沒有 改成C 大概只要改幾個地方 改這個 它的位置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改這個欄的資料來源 再讓它跑一次 這樣子就可以把底下做完了 至於怎麼改 各位可以試試看 來 方便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